胡锦涛连费将两个接班人儿子,虽高升难进最高层,据消息人士披露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与江泽民几番恶斗,接连费调将两个接班人最终将派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好同意让习近平上位,中共前党魁胡锦涛之子胡海峰,现任浙江省嘉兴市长日前,被公事将或提拔为市委书记,但有港媒分析, 中共官场七零后的一代人近身放缓,并很难在短期内进入中共决策高层,胡海峰试图难比其负,据港媒明报报道,1972年出生的胡海峰,在两年前升任嘉兴市长职位时,才不过44岁,在现今中共政治区内七零后,已经算得上是年轻人 报道说,胡锦涛早在1982年出任政部级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十年仅40岁 此外还有中共总理李克强在1993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十年仅38岁 另外在现今中共的官场中,七零后的官员还有六人官至胡海峰之上,分别是上海市副市长石光辉,上海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银保监副主席周亮,中纪委驻银保监继前组长李新然,贵州省委秘书长刘杰,江苏省副省长费高云,但七人中,胡海峰仍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至于与胡海峰评级的20名市委书记中,胡海峰也是最年轻的明报分析认为,今年中共官场年轻化,被大大放缓追其原因可能,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组织人士原则 有关报道认为当前,胡海峰虽被排在七零后的中共官员批队中,但要想进入中共更高层可能性不大 另有台湾媒体中央社,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胡海峰形势低调,升官路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其父胡锦涛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受到快速提拔作为胡锦涛之子 胡海峰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相对于其他中共高盖子弟的火箭射提拔,胡海峰的仕途显得比较按部就班,不过不只是当地媒体,胡海峰在其他党媒上也似乎颇受青睐 胡锦涛曾接连废调江泽民两个接班人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支持六四血腥镇压学胜而坐上总书记的位置 但随后急遭到邓小平不满邓曾放出风声,想要江泽民下台 但因中共党内元老阻扰未能如愿于是但小平退而求其次,隔代指定胡锦涛作为接班人 胡锦涛曾两次废掉江泽民的隔代接班人,最终将派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只好同意让习近平尚未江泽民有意培养陈良宇,接替胡锦涛中共十六大后 江泽民有意培养陈良宇接替胡锦涛那时的江泽民,政治局常委黄菊与陈良宇被称为上海帮的铁三角 当年上海帮与胡锦涛的激烈争斗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陈良宇账,著有江泽民坐靠山形势极其嚣张 上海帮等人提到胡锦涛时都称其为那个人,经常公开叫板胡,温,不将两人放在眼里 胡锦涛在位十年,曾三次险遭江泽民暗杀 江一直处心机率要置胡于死第几次暗杀事件 令胡锦涛愤怒,不已2006年黄海暗杀事件后 胡下定决心拿下江的心腹陈良宇 当年9月24日,陈良宇乘专机,到北京出席中共政治局全体会议 一下飞机突然被抓捕,随后陈因涉嫌危机被撤职 2008年陈良宇因社会浪权罪名,盼求18年薄熙来被普通中央委员习近平打扮陈良宇 被拿下而曾庆红又因为年龄问题,不得在十七大连任 在此情况下,十七大前夕,薄熙来成为江泽民唯一推动入城的自己人 但薄熙来名声太臭在推的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双方将十不下胡锦涛出了个主意 采用党内民主投票测试江泽民犀利糊涂的就同意了 可是投票测试的结果,出乎江泽民意料 据日媒透露,2007年6月25日下午30,中共十七大前夕 400多名中共高官在北京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信任投票 目的是考察将来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 年龄在63岁以下官员的能力聚悉 这种形式的党内民主上属首次胡锦涛主持了会议投票结果 至今为对外公布一名中共党内人士透露当时的投票 引发了一场风波 江派看好的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得票情况非常差带倒 树志列特别是军队内干部对其评价甚低 而习近平在地方党委首脑的支持度是全国第一 据称这一结果让江泽民十分心慌 最终选择习近平成为胡锦涛的继任者就这样 薄熙来被普通中央委员习近平打败习在十七大直接进常委会 而薄熙来则被贬至重庆 当时习近平派系并不明显 但是其副习中勋属于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 开明派与胡耀邦赵紫阳思想一致 关系亲近而胡锦涛温家宝都是胡耀邦起初提拔的 因此对于习仲勋也非常亲近 尊重2007年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最看重的就是李克强 习近平江泽民让胡锦涛背黑锅 据海外媒体披露江泽民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团体迫害的罪行 在国际上曝光后将害怕大权旁落日后被清算 因此胡锦涛上位后将除了设计 让湖背上迫害法轮功的黑锅外 还先后宣定两个亲信 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一个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胡锦涛大学同学张孟液2000年成为中国广东第一批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 有分析指出江泽民采用的是一十二鸟手段 既给广东省镇压法轮功开了先例 胡锦涛的同学都判了谁还不能判 又给胡锦涛套上了出卖同学 不仁不义的耻辱牌 在张孟液被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正是胡锦涛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接班的时候 除了托人代谢张孟液夫妇要隐忍之外 胡锦涛没能起到半点帮助作用